一顆顆金黃色烏魚子卵 在加工廠員工的僑手下 飽滿魚卵的才不會溢出來 接著再進行醃製工作 最後才可以曬 這些都是剛從養殖廠取出的烏魚子卵 就得馬上送到烏魚子加工廠 不過今年因受到氣候影響 也讓烏魚卵截卵率 近去年的三到四成 去後還沒有水 雖說烏魚子普遍較少又偏少 但受到疫情影響景氣不好 烏魚子市場也價格不敢漲 七兩以上規格的烏魚子 一台金在2600元以上 五至七兩規格的烏魚子 一台金在1800元到2400元間 因為今年的三龍雖然是減少 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個行李黨的差有夠多 所以今年的龍雖然是減少 不過開小還是差不多 台南市烏魚養殖 約集中在七谷北門等地 而近年來也因為飼養條件與製程 不斷改良提升 養殖的烏魚子風味與口感 都不輸野生烏魚子 台南市農業局也輔導 台南市養殖漁業發展協會 辦理優質烏魚子競賽 盼望能夠來推廣在地好漁產 原事新聞綜合報導 不宜不浪雅 警察